嗨 歡迎大家回來我的頻道 我是Niko 這次我想要詢問大家是否也是賣家呢? 這次我想要推薦這一台 HPRT SL41熱感標籤機 我簡稱它為SL41出貨神兵 只要是網路賣家都會需要出貨 那我們先撇開宅配這個問題 最主要呢就會遇到最多的就是超商寄貨 還有店到店取貨 量少的話可以到超商直接點那個機器列印 可以省下那個貼紙的紙張 是沒有錯的 但是也會遇到就是超商寄貨的時候 人很多要遇到排隊的狀況 或是你真的非常的幸運 遇到標籤機子 垂貨 所以你就要跑到下一間去 那我真心的要感謝所有超商的店員 要幫我們這些賣家收包裹 辛苦了 謝謝 辛苦了 那我自己是部落客 也是賣家 我是賣保養品還有飾品 但是我的出貨量不是非常穩定 有的時候很多有的時候很少 所以列印的時候就非常的麻煩 我自己剛開始的話就是在蝦皮買這種A4的這種紙 A4的 切割四個面積就是一二三四這樣的貼紙 出貨量的時候少就是只會列印到一張 這樣其他的貼紙這三張就浪費掉了 SL41出貨神兵呢 我覺得他非常棒的就是 列印速度快 而且他不需要墨水 操作又簡單 連Mac的蘋果電腦他也支援 那我自己就是使用Mac蘋果電腦啊 那另外呢也有台灣的原廠保固服務 全機一年喔 還有線上的專人LINE 官方的教學 他們會傳影片 讓你看一下說要怎麼樣去操作 還有設定 那如果你有任何的問題 除了影片以外的 你也都還是可以就是 持續的去詢問他 你就發訊息問他們說 誒這是要怎麼樣操作 怎麼樣用 那我覺得他們 這樣單張列印出來的就是 非常方便 如果你的出貨量 今天可能只有三筆訂單 那你就是列印三張 就不會像是這樣子 只有就是列印 就是一個 一張而已 其他的 都完全浪費掉了 真的很浪費 Saven啊 全家 萊爾富OK 還有蝦皮電到電 以上都可以使用他來列印出貨單 那我自己個人是真心 非常推薦給你們 各位賣家們 老闆們 可以使用這個 你看他的畫質有多好 他的畫質是非常清晰的 我出貨的時候 他在超商那邊都是可以正常刷條碼 我也不需要特別還要到超商去點那個機器 讓他列印那個出貨單 因為如果我的量很多的時候 後面有人排隊 我也很尷尬 你知道嗎 大家都在等我 我會覺得說很緊張很緊張 趕快點那個 出貨的那個代碼 算了 所以我還是寧願選擇使用這個出貨神兵 如果你們對於這個產品有任何的疑問 或是想要了解更多的話 可以到我的影片下方留言 那有一些資訊我也會放在下方 你們可以做參考 那如果你有喜歡我的影片 覺得我這次的分享 覺得不錯 可以幫我點個讚 還有幫我分享影片 那也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那也可以麻煩大家 把小鈴鐺打開 這樣也可以追蹤到 我最新的影片更新通知喔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